大家好,今天呢,给大家看一看关于我一个问题 今天呢,就是我的用户资料呢,直接就是被官方给,好像给抹除了 然后我要重新设置一下 然后用户名了,然后个人简介等 然后呢,我有个视频,不知道什么情况,系统也没有通知 就是说,那个视频内容不适合收录 然后那个系统通知也没有,不知道什么情况 接下来呢,给小伙伴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咱们打开,今日头条 然后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个人中心 你看现在的审核中 之前我修改过就是字点,然后通过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呢,我这个就是重新设置的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就是创作者首页 然后点击视频 看 未通过手核,视频无法播放 然后这个原因内容不适合收录 什么原因也没有 咱看一下系统通知 这系统通知也没有任何通知 也没有违规的通知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,视频不适合收录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看我今天刚才我刚就是修改一下资料 然后资料也没通过审核 然后我又修改一个 不知道系统怎么搞的 突然之间我的号直接给我清除了 但是这肥子什么也没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此呢,小伙伴们有什么见解的 麻烦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期留言一下 让我了解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呢,刚才也问咱们就是客服了 我给他用户反馈了 我给他反馈过去了 但是呢,客服还没有回复我的消息 好了,小伙伴们 对此大家怎么看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 那,就聊到这儿